本文中说他们一看一看不好 赶紧弄橡皮救生艇 这个沉不了了 把什么什么什么食物啊 火柴啊 还几罐啤酒 can就罐头的意思 啤酒罐放到这个橡皮酒 并且划船划了几个礼之后 这个ro就咬讲划船的意思 有一个谚语 叫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你看里面就出现这个ro这个词了 learning is like rowing upstream not to advance is to drop back 学习这是名誉了 好像是rowing upstream 往上游划船 这个upstream在这时候副词 就逆流而上地划船 加个冒号解释 为什么呢 如果不前进 前进叫advance 咱们见过 就怎么 is to drop back 就等于是落后了 drop back 就落后被他人超越 这个句子里面动词不定式 做主语 动词不定式 做表语 这是主系表结构 这是用划船这个词 好 划了井里之后 穿过了 The Caribbean 加勒比海 until直到 他们到达了一个 小不丁点的珊瑚岛 珊瑚岛 此后中见过 叫Carroll Island 前面这个tiny 咱们也见过 就小不丁点的 咱们还记得 在未来会看到 未来看到16课中 就是74页第一行 小不丁点的小村子 但是这个例句 咱们前面见过 你看Mary and her husband Dimitri live in the tiny village of Pericora In Southern Grace 这个tiny 叫very very very small 小不丁点的 特别小的 部分中 是小不丁点的 小珊瑚岛上 然后描述这岛的情况 There were hardly any trees on the island and there was no water but this did not prove to be a problem 它这个岛上一看 哎呦 几乎没有什么树 而且岛上没有水 但是这个水是指淡水了 海水有的事 然后呢 但是这并没有被证明是个问题 被证明是 这是老知识的复习了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老朋友 proved to be 这个to be可以去掉 后面用形容词 或者名词当表语 这是细表结构 to be有也行 没有也行 百分钟也可说 proved a problem也行 咱们先回顾一下 第一课就见过 14页的第九行末尾 14页第九行末尾 The search proved difficult 这个搜寻被证明是困难的 咱们一个说 The search proved to be difficult 也行 这是在第一课讲过 还有呢 我们再复习 这个第16课 咱们以前说过 未来会讲到 就是74页的第八行 这个句子咱以前见过 He knew it would not prove difficult in such a small village 他知道 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面 这并不会被证明是困难的 prove difficult 注意被证明是 在这用主动 因为系动词没被动 被证明是困难的 可以用它 我们再看这个第二课 第77课 成功的手术里面 他加to be了 加to be也对 加to be也对 The operation which lasted for over 4 hours proved to be very difficult 这个手术延续了4个多钟头 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木乃伊的皮肤外面 包裹着厚厚的树脂 resin 好了 这是被证明是 本文中 还是老知识复习 那为什么没吃没喝 他们没有被证明是困难呢 我们解释 The men collected rain water in the rubber dinghy 这些人在橡皮救生艇中收集雨水 因为加勒比海是热带亚热带 常常下雨 橡皮艇它不漏雨 刚好可以收集雨水 是淡水就可以喝了 这是水的问题解决了 那没吃了怎么办呢 As they had brought a spirit gun with them they had plenty to eat 因为他们随身带了一个spear gun 一个捕鱼枪 spear是鱼叉或者长毛 这个意思 这个干式枪就是有崩凰能发射出去的捕鱼枪 他们有大量的东西可以吃 打鱼吃 吃的也不错 天天吃海货 也就是橡皮救生艇为他们提供淡水 而捕鱼枪为他们提供食物 这个人的必须的东西有了 能活着了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两件设备被证明是 对他们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 咱们看怎么说 设备咱们用equipment 被证明是prove to be 至关重要的可以用vital essential等等等等 crucial都行 生存名词叫survival 对他们的生存来说 可以tudor survival 这两件设备能不能说的 two equipments 不行 为什么 设备不可数 非要说两件怎么办 加两次呗 these two pieces of equipment proved to be essential to their survival 这个表达正确了 这两件设备 注意加两次pieces 设备不能加s 被证明是 proved to be to be可以取掉 至关重要的 我们读一下 essential essential 对他们的 再读一下幸存这个名字 survival survival 对这个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表达正确 完全正确 咱们看一道术后题 请看61页的第二题 快些 翻书过来 61页的第二题 就是阅读理解在上面 我们看这个题杆 what was the equipment the man had brought that proved essential to their survival 你看表达跟这屏幕很类似 只不过他没有说两件 他说他们随身带着的 什么设备 被证明对他们的生存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设备为什么没有加S 因为设备是不可数的 它不能加S ABCD选哪一个 当然应该选择 D选项 这个捕鱼枪和橡皮救成艇 没有这个东西 肯定死了 没有淡水 没有东西吃 所以D选项是正确的 提供食物和淡水 这个表达要注意 好 回到在课头课文中 后面说 they caught lobster and fish every day and as one of them put it ate like kings 这句话语法成分 咱们先做个分析 依然是两个句子构成的并列句 中间有and连接两个并列句 and是并列连词 第一句话说 他们天天抓什么 天天捕捉龙虾和鱼 并且 as one of them put it 这个黄颜色的 明显是s引导的一个方式壮业从具 正如他们有一个人说的那样 说讲可叫put it put it就是相当于say 正如他们说的那样 像什么 后面那个主干结构 是ate like kings 吃得像国王一样好 就他们每个人吃的都特别好 为什么天天吃海货 吃得像国王一样好 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个词不好理解 就是这个put it 这个put 这个put不是放置 put在这表示说 表达相当动词express 尤其这两词经常在后面加it put it express it 表示说 什么说呢 找一个合适的方式 找一个恰当的方式 字眼来措辞 措辞说 他们说吃得好 怎么说呢 哎呀 吃得像国王一样好 找个方式来措辞 就措辞说 记住 这一般后面都加一个it 我们读一下 put it 再快点 中间这个字母T啄化成的 后面这个字母T失去爆破 所以这么读 在里面 put it put it 中间发的后面t 舌尖顶住憋住气 dit 这么声音 在里面 put it 像是express it express it 这后面都是加it这个表达 这个我们做一道说话题 61页的第12题 61页的第12题 好 翻过来 快点 61页最下方 他说 and as one of them 什么it 后面能加it 只有A选项 express it 正如一个人措辞说 他们吃得像国王一样好 这个里边我们要注意 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一个重要的表达 就是吃得像光一样好 put it express it 是一样的 而please 根本不贴切 please是放置 本文中根本不是放置的意思 这个told 根本不对了 是告诉他们 更不得 code后面不能加it said就是say了 say后面加it 它是不通顺的 应该用put it put和express 后面可以加it say呢 就不加那个it 所以这里选A是正确的 记住这个put it 是个重要表达 生活中用的特别多 好多表达可以背一背 比如说 你看我们常见的这句话 我怎么说呢 我中文说 哎呀 这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知道该怎么措辞 这样让我怎么说出口呢 I don't know how to put it I don't know how to put it 我不知道该怎么措辞 这个话 说中了 两个人上和气 说浅了 他听不懂 这怎么说呢 这话上我怎么说呢 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大声把这句话 跟老师读一下 I don't know how to put it 再来一遍 I don't know how to put it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措辞 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个用得好 咱们再看一个固定的习语 叫做to put it another way 动词不定式 作为一个固定的状语来用 这是习语 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说 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措辞来表达 就是咱们常说的换句话说 我们大声读下 to put it another way 再来一遍 to put it another way 好 叫做换句话说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It's fairly risky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Don't try this at home 这个东西相当危险 或者换句话说 不要在家中尝试 换句话说 意思跟前面一样 只不过换了方式表达 这个东西 fairly 就相当的 相当危险 risky就 dangerous 或者换句话说 不要在家中尝试 就怕你没听懂 说的更确切一些的话 不要在家中尝试 就是你看我们的嘉宾 吞宝剑 吞铁球 嘉宾是特殊培训 是假的 您在家里吞菜刀 死了就 不要在家中尝试 to put another way 是这么来说的 这个结构特别重要 还有一个 我们常见的表达 就让我这么跟你说吧 第一个说 说了半天 你没听懂 那让我这么跟你说吧 让我这样跟你来措辞 咱们看这个结构 可以背起来 叫 Let me put it this way Let me put it this way 也是put it 叫表达 这个表达可以背 我们大声那边 Let me put it this way 再来遍 Let me put it this way 就是我们说的 让我这么跟你说吧 让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个表达多重要啊 咱们看一道听力真题 看看里边是怎么说的 这个对话稍微长一些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他问 这个男人暗示什么 咱们给半分钟看看选哪一个 好了 咱们说正确的案是 C选项 Professor Johnson's lectures were boring 那么约翰逊教授 他的课程是很无聊的 很没劲 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为什么选C 咱们看着原文再听一遍 这说的很有趣的 第一个女的是 You had Professor Johnson before right 这口语中简略的说法 其实就像 You had Professor Johnson's lectures 就是你以前听过 约翰逊教授的课 是不是这样呢 How would you describe his lectures 他的课程 你怎么去描述呢 究竟好不好呢 我也想选他的课 你给推荐推荐 第二个男的说 Well let me put it this way 让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直接说 老师的课无聊的话 可能觉得不好意思 毕竟老师是长辈嘛 他用个委婉的方式来措辞 他说 I could never stay awake in one of his classes without first drinking at least two cups of coffee 如果提前要先不喝上 至少两杯咖啡的话 我在他的课上 就不能够保持清醒 Stay awake 就保持没睡着 如果不喝咖啡的话 非睡着了不行 言下之意什么意思呢 没劲呗 如果课程特别吸引人的话 不喝咖啡也睡不着觉 那这男人暗示什么呢 Professor Johnson's lectures were boring 你看出现了 让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再读一遍 Let me put it this way Let me put it this way 这个put it 可见是个五星级的重点表达 好 再回到文中 那么最后他说了 When a passing tanker rescued them five days later Both men were generally sorry that they had to leave 当一个过路的邮轮 五天之后 把他们救起来之后呢 两个人对他们不得不离开 感到由衷的很遗憾 确实这个没住够 天天吃海鲜不花钱 这个在城市里还是没有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豆豪之前的黄颜色的 明显是万引导的时间状欲从具 当一个passing是过路的 Panker再次复习 表示运输石油的这个船 叫油轮 不是旅游那个油 rescue 咱们早就说过 叫拯救 五天之后 把他们救起来之后 两个人感到由衷的遗憾 白颜色的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主句中的主干 对于什么很遗憾 that they have to leave 这个that 到底是什么从具 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 是做形容词补足语的从具 还记得吗 放在形容词后 这个连词那还可以去掉 跟形容词一块构成一个大的形容词端语 很遗憾什么呢 遗憾 他们不得不离开 这是语法成分 把它看清了 那么本文中呢 关键的这个表达叫 由衷的很遗憾 这由衷的 这个简单 genually 咱们可以换成sincerely 是可以的 或者干脆用习语 叫from the bottom of one's heart 在本文中呢 from the bottom of their hearts 发自他们的心底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来自我的心底 可以这么说 注意这个button 没有单付出变化 这个hearts是有的 所以就from the bottom of their hearts 发自心底的很遗憾 这个sorry不是对不起的 他们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是遗憾的 所以这个sorry本文中 如果替换的 可以换成regretful 很遗憾的 充满了遗憾 regret是遗憾 再加fure表示充满的 我们读一下 regretful 很遗憾的 regret这个词 本身也可以当动词 它当动词 就是表示对某事很遗憾 本文中用动词 regret后面加冰语 行不行呢 也行 咱们看这加冰语 可以怎么说 both men generally 那个必动词当然没了 对吧 generally regretted that they had to leave 第一个表达 regret 后面可以加 that引导的冰语从具 对什么遗憾 他们不得不离开 这个事感到由衷的遗憾 可以这么说 对吧 第二个表达呢 both men generally regretted having to leave regret 还可以用regret doing something 对做某事很遗憾 不得不离开 放到后面 doing带进去 having to leave 这可以的 但是regret 后面有的时候 也可加动词 不定是to do 但本文中 不能说regret to have to leave 为什么呢 一个regret 后面加动词 不定是to 一定是表示 遗憾的去做某事 如果这个事已经发生了 只能加doing 他们不得不离开 是已经发生的事 既成事实了 绝对不能加to do regret to do 一定是遗憾的去做某事 什么表达用它呢 这个时候可以用它 i regret to say 我很遗憾的说 是下面要说的话 i regret to tell you that 我很遗憾的告诉你 你考试不及格 i regret to inform you then 我很遗憾的通知你某某事 这个时候加regret to do 是遗憾的去做 如果是做过的事情 一定加regret doing something 这个结构就好了 regret 后面的宾语 也是一个考试重点 咱们看一个出的比较好的出后题 直接看61页第八题 好 快些 61页看真题第八题 61页出后题第八题 Both men generally regret it 两个人由衷的对什么很遗憾 咱们看一个选哪个 首先A regreted their leave regret用名词做宾语是可以的 为什么A不对 他们的离去 这个汉似是正确的 但是不行 为什么 因为李老师以前说过 大家可能忘了 Leave这个词 做动词是离开离去 但是做名词 没有离开的意思 Leave做名词可以表示嫁 请的那个嫁 Take a sick leave 请一个病假 Maternity leave 叫缠假 但Leave在本文中不是离开 对他们的假期感到遗憾 这个不通顺 离开的名词可以用咱们以前说的departure 是离开吧 所以A错了 这个注意很容易选错 B To have to leave 不可能的 Regret to do 是遗憾的去做 他们已经走了 不能选B了 选哪个呢 C Having to leave 这个对 那么D选项 加B于从具 里面连次net可以去掉 但是 They must have left Must have加过去分词 是对过去的肯定的推测 他很遗憾 他们当初肯定是离开了 这根本不是推测 而是事实 所以D也是荒谬的 排除掉之后 只能选C 唯一正确 You're having to leave 或者说 But generally regret it That they have to leave 这两个表达是正确的 这个题出得不错 好 第十二个 荒岛生活 又是个重点课文 大家通过学习 发现里面重点知识 特别特别多 但是里面最最重要的 可能就是wish型的虚拟语气结构 希望大家一定牢牢复习仔细把它记住 这个科文讲解 希望大家反复多次收看 没事就在电脑手机里面多看一看 把它印到脑子里面 这棵树才没有白学 否则的话 可能光记住李老师长什么样 这知识就忘记了 李老师长得不好看 这知识是好知识 一定把它记住 好 第十二课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